一个极权国家的世袭家族 一位横空将士的神秘小公主 引发朝鲜领袖接班人怡云 掀起金氏王朝的宫斗戏码 本期世界大解说 一起认识朝鲜新星女将军 她在父亲的喇叭下高调亮相 究竟是为了什么 2023年最后两天 就在世界多数地区迎接新年的当儿 朝鲜半岛的氛围渐渐微妙起来 领导人金正恩召开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以历来最强硬姿态 重新定位南北韩关系 才刚板起脸妙狠话 金正恩就在隔天的元旦庆典上 展现慈父形象 金氏妇女亲力互动的温情时刻 引来不少舆论流量 不过这一回的焦点 都在金正恩身旁的小女孩身上 神秘的朝鲜小公主金珠爱 金珠爱的身份扑朔迷离 朝鲜官方从没公布过她的资料 就连珠爱这个名字 也是美国人的说法 故事得追溯到2013年 当年与金正恩颇有私交的 美国篮球明星罗德曼 造访朝鲜 他回国后爆料 自己在平壤 抱过金正恩还在墙包里的女儿 宝宝名字叫猪爱 中文媒体译成猪爱 或者主爱 可是长期研究朝鲜的学者告诉我们 女生名字中带有爱这个汉字 虽然在韩国很普遍 在朝鲜却是非常罕见 特别是朝鲜权贵阶层女子当中 也只有首任领袖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 金胜爱 名字里有个爱字 金正恩和他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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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恩恋恋了 他的父母 所以会那个父母的父母 金正恩 真的使用那个父母 在名字中的父母 名字他的父母 我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 名字也许抓不准 可是这传说中的女娃 却在近十年后现身了 2022年11月18号 金正恩带着女儿 一起视察朝鲜新型导弹试射 这是小公主首次公开亮相 朝鲜媒体没公布她的名字 而是称她为亲爱的子弟 十几天后 金正恩又跟着父亲出席 导弹发射庆功会 她的头衔也从亲爱的子弟 变成了尊贵的子弟 隔年2月7号 为了庆祝朝鲜人民军 建军75周年 金正恩带着女儿走访军队营房 这一回 她是尊敬的子弟 头衔潜词用字上的细微变化 实则透露了金珠爱的地位 正在急速篡升 到了2023年11月底 也就是一个多月前 再传出一则更为重磅的消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朝鲜为庆祝卫星成功发射 在平壤举办了大型演讲会 金正恩宣布 朝鲜从此开启宇宙强国时代 还会在新星女将军的带领下 更加辉煌 而这个新星女将军 说的就是金珠爱 我们要关注这个新星这个词 新星指的是金星 金星 在朝鲜金星 一直被用来形容一个 未来领导人的意思 以前抗日斗争的朝鲜电影中 朝鲜就把金日成比喻为新星 而且金正恩成为接班人之前 大家都成为他是新星将军 所以现在朝鲜突然之间 把金珠爱成为新星女将军 等于就是说金正恩的接班人 就是金珠爱 金家公主变成朝鲜女王 类似的说法越来越多 除了藏在头衔里的蛛丝马迹 金珠爱的出场方式和待遇 也是重要线索 去年九月 金珠爱随父亲出席国庆阅兵礼 两人一起坐在主席台正中位置 就算军队高官跟这个小朋友说话 也得单膝跪地 地位等级一目了然 到了11月底 金正恩带着女儿视察空军 观看飞行表演 父女俩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 他们两个打扮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穿着大皮衣又戴着墓镜 金珠爱站在父亲金正恩的前面 而且这张照片刊登在朝鲜民众 看得到的这个劳动新闻的头条 从金日成到金正恩 祖孙三代在权力交接前 都有以同一套打扮亮相的惯例 妇女装照片传递的讯息 格外让人玩味 就连一项谨慎观察的韩国政府 也逐渐明确了 对金珠爱接班的看法 今年1月3号 韩国国情院长候选人赵太雍 在书面资料里说 从金珠爱亮相后的活动内容 和所受礼遇看来 他是最有潜力的接班人 不过赵太雍的资料也说 金正恩除了金珠爱这个女儿 很可能还有其他子女 韩国情报机构的分析 也得出类似推测 除了2013年出生的金珠爱 金正恩可能还有 2010年前后出生的长子 以及2017年出生的老妖 他们收集到朝鲜党 韩高层他们在国外购买的一些采购目入 从那个来分析说 好像是李雪珠生孩子前后 党中央就是海外的那些人 购买过男婴儿的一个尿裤 尿布之类的婴儿用品 所以他们就认为金珠爱的上面有大儿景 我们在冠军上的兵器移载 宝购买到金正恩的家族 在平阳 一般是最终的总统不愿意打购买 和兵器移载的兵器移车 在年轻载的20世纪 假设金正恩真有个长子 而且跟自己当年一样 被秘密隐藏在平壤或者海外 避开众人耳目 静候时机在未来传位给他 台面上却让金珠爱高调亮相 按部就班塑造新的偶像崇拜 这样的布置难免让家族斗争 骨肉相残的戏码在未来重演 金珠爱这么拼拼曝光的情况之下 慕名其妙如果有一天带一个儿子出来 我是弟弟出来 对金珠爱也好 对外界的朝鲜居民也是 还是很难认同的一个说法 以前当过朝鲜外交官的那些人 的说法是说如果金正恩有除了金珠爱之外 有孩子的话可能是身体不是很好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孩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长子怡云捕风捉影 而另一个促使金珠爱亮相的原因 或许更加确凿那就是金正恩的身体健康出了状况 两周前金正恩亮相朝鲜党大会 官方发布的照片中金正恩罕见的面容憔悴 脸上还长了颗大豆引起外界众说纷纭 有一个媒体问了一个专家说这个痘痘是不是表示他健康是恶化的 所以那个专家说长一个痘痘能够确定有人健康问题的话就是很难 有一个皮肤科医生说这个痘痘为什么他没有挤出来 那就那个皮肤科医生说如果挤错的话又不是没讲啥 就大家都是这么开玩笑 皮肤问题是小 但今年才刚满40岁的金正恩健康隐患可不少 从祖父金日成开始 白头山血统就有心血管问题和糖尿病家族史 金正恩又明显过胖 也经常咽酒半身 因为健康亮红灯而迫不及待推出接班人 这种推测似乎说得通 但是眼前被推上台面的女孩 却至少还得等上六七年才能成年 这不又与形势的急迫性相互矛盾吗 什么能够做如果金正恩在这周年 2014年 召唤一外交集团 认为总统 Xi 然后说 Hello Mr. Xi Hello Mr. Putin 金宇正是金家第三代理年纪最轻的小妹 当年和金正恩一起秘密留学瑞士 据说兄妹俩自小感情很好 2011年 哥哥金正恩掌权之后 金宇正也开始参政 无论朝鲜内政还是外交活动 时常看得到他的身影 如今 这个金正恩身边拥有实权的副手 出任朝鲜宣传股动部第一副部长 主抓宣传工作 金珠爱在媒体前的亮相 理论上也要经过她批准 金宇正频频在国际场合现身 外界一度盛传 这位朝鲜政坛的首位女强人 会是金氏王朝的继承者 而今有舆论指 小公主金珠爱横空降世 就是要抗衡这样的传言 也能有效制衡金正恩妻子李学主 和小姑金宇正之间的权力斗争 公斗揣测其实也低估了 极权体制里领袖的绝对权威 以前当过朝鲜外交官逃亡到韩国来的 很多高官都论 这些说法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不能忽略 朝鲜其实是比我们想象的 就是很稳固的一个体系 金正恩兄妹间的关系 也没外界想象的脆弱 受访的李博士 长期透过大量的朝鲜官方视频 研究金氏兄妹在公开场合的互动 发现了各种的微妙之处 和大家在一起 和大家拍摄的 以及骣鸡 在一场的总裁 叉吶 像是在一场球球 她在一场 叉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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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can do that, and her brother is fine with it because of this strong rapport between the brother and the sister. I see genuine affection and trust between Kim Jong-un and Kim Yo-jong. I think Kim Yo-jong sees it to be in her own interest and in the interest of her brother and his wife and so on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steward, guardian, regent formally 朝鲜领袖接班人怡云闹得沸沸扬扬 不过对于老谋深算的金正恩来说 让自己可爱的女儿亮相 其中的深意恐怕不止接班而已 朝鲜提前不光金珠爱 确实是我为了转移外接的实现 这个目的是有的 因为大家应该要关注朝鲜发射导弹 这么危险的一个情况 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是转移到小朋友的身上 在关注比如说小朋友的外套是多少钱 他的穿着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关心一些小八卦 利用宣传操纵舆论打心理战 满足政治国益需求 这套操作金正恩玩得炉火纯青 创造一个看似天真无邪的朝鲜新兴 说不定也是他为实现和野心 跟政治目标布下的一手妙旗 我认为第一个影响是 看来带女儿高调亮相 在党大会上强硬发言 都是这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战 必不可少的环节 等到时机成熟 金正恩可能又转变态度 确保朝鲜在外交博弈中 总是有利可图 只是才11岁就当上 朝鲜人民尊敬的子弟 金珠爱究竟清不清楚 自己处在怎样的棋局里 我们周围人士就开玩笑说 小孩子应该去跟朋友 好好上课的年龄 去迪士尼乐园去玩啥的年龄 怎么跑到导弹发射现场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也是蛮可怜的 周围有一些人就说 如果是那个小朋友去学校 假设跟其他朋友吵架的话 那个吵架的家长是不是被枪杀 这么恐怖 那个谁敢跟他成为好朋友 金正恩接班前 这首为他铺路的颂歌 早已在朝鲜民众间传唱开来 对于这个喝过洋墨水的继承者 外界曾经充满无限遐想 期待他推动改革 十多年过去 饥荒未除 和阴影仍在半岛上空盘旋 再过十年 无论金珠爱能否接班 只要白头山血脉继承大统 独裁者就不会消失 那时 在新颂歌《铿枪音符》里消逝的 除了一个孩子的童年 恐怕还有千万朝鲜人的福祉 《铿枪音符》里消逝的